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跌幅已经把7月份的全业的涨幅 因为星期四是7月的最后一天 那么7月31号的这一天的跌幅 把所有的7月的涨幅全部抹去 同时道琼指数一天下跌了300点 就是把2014年全年的道琼指数的上涨的点数 一天之内的全部抹去 昨天我在巨金华尔街这个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析过 今天就是说周四的时候 我们被陷害special了 什么意思呢 陷害special就是wipe out的意思 就是说一天之内 我们把整个的7月乃至全年的走势 全部抹去了 来我们首先看从上周五到本周四的 一个整个的走势的一个回顾 然后我们再回来具体详细解释一下 或者说分析一下整个的股市 现在的情况 好 谢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近日的美股收款 我是一超 周五美股低开并持续跌势 尽管经济数据表现乐观 但亚马逊盈利疲软 股价下跌于10% 而施勒和星巴克股价一同受挫 这些大企业的铺加财报 拖累美股市场走势 此外乌克兰和架杀的紧张局势升级 欧盟各国代表已经就严厉经济制裁 俄罗斯达成了初步协议 原因是俄罗斯助长乌克兰危机升级 周五欧盟将公布 受到资产冻结 制裁的是五位个人及18家实体名单 一些分析师表示 介于投资者担心 俄罗斯或者加沙地带的地域政治局势 可能更加紧张 因此周五市场放缓不发 即使到收盘为止 道雄斯工业指数 今日收在16960.57点 单日跌幅为123.23点 标普500 今日收在1978.33点 单日跌幅为9.64 道雄斯工业指数 今日收在4449.56点 单日跌幅为22.5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王丹薇 今天是2014年的7月28日 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在周一的全田走势 今天美股虽然受到收购消息的提振 部分公司股价大幅上扬 但是美股整体的走势 仍然不抵宏观经济数据方面的颓势 继续到今天收盘为止 我们看到道雄斯报的是16980.34点上升了 21.77点 标准货报1978.88点上升了 0.54点没有太大的变动 而纳薩克指数报的是4444.91点 下降了4.65点 目前道指的运通板块已经三个交易日的持续下跌 而在板块方面今天早盘的时候受到发展中国家股市集体上扬的影响 能源原材料以及太阳门光伏板块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上海的户市已经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恒生指数也创下了三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批美股投资人解读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强势回归 但是从全天整体来看呢 板块方面的能源板块仍然有所下降 而消费者必须拼板块也是一起下降 金融板块工业板块表现不佳 上扬的板块呢包括这个科技板块 这个公共室友板块还有这个通讯板块 另外原材料板块也是表现不错的一个板块之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美股收盘我是一超 今天是2014年7月29日 美股周二高开包括辉瑞和默克在内的几家大型 医药公司的季度财报好预期美股小幅上扬 但在午后欧盟各国就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达成协议后 由于此地缘政治问题股市开始回落 导致在小幅地位短暂徘徊后重回17000点关口 主要股指涨幅收盏 即日到收盘为止 道琼斯工业指数近日收在16912.37点 单日跌幅为70.22点 标普500指数近日收在1969.97点 单日跌幅为8.9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近日收在4442.70点 单日跌幅为2.21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贝三宁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4年7月30号星期三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具体情况 美国股市周三开盘上扬 早间美国公布第二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 出现4%的增长远高于市场预估 掩盖劳动市场数据疲软的影响 但随后三大股指高开低走 道指和标普把指数转跌 正因为GDP数据利好 投资者反而出现矛盾心理 开始担心因为经济增速 会成为联储提前加息的理由 这个负面情绪在联储公布了最新的利率政策决定后 有所削减 如果股市暂时出现拉升 标普指数转涨 道指跌幅收窄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下跌31.75点 暴收16880.36点 跌0.19 标普把指数今天上涨0.12点 暴收1970.07点 涨0.01 纳斯达克中国指数今天上涨20.20点 暴收4462.90点 涨0.4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奇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贝赞宁 今天是纽约事件2014年7月31号星期四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大盘的距离情况 美国股市周四尽早低开 道指和标普把指数越线由升转跌 午后大盘持续下滑 跌幅进一步扩大 纳指盘中下挫超过2% 道指跌幅也一度逼近300点大关 美国雇用成本指数出现上升 加上阿根廷债务违约的消息 让投资人忧虑情绪加重 海外经济体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持续紧张 也让市场更为不稳 加入量上纽交索周四 加入量换手为5.53亿 纳斯达克周四加入量换手为17.54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三大估值的 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跌317.06点 报收16563.30点 跌幅1.88% 标普白指数今天下跌39.40点 报收1930.67点 跌2.0%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今天下跌93.13点 报收4369.77点 跌2.0%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大家刚刚看过片子 本周的股市应该是非常的惨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7月的底尾头非常的糟糕 8月的头在周五整个市场再度出现了一个上下的宽幅的一个震荡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 周五早上的这个美国就业数据呢 出来了 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强劲 其实这是一条好消息 因为昨天的整个市场的担心呢 是在于说 如果说明天的美国的就业数据 因为昨天周四的时候呢 也出了一个整个的就业成本指数 就业成本指数显示呢 我们出现了6%的一个增幅 那么使得市场担心呢 如果说美联储看到过于强劲的经济而过早加息的话 可能瞬间呢就把美国的经济复苏呢 抹杀在摇篮当中 那么整个的股市呢 对今天的数据呢非常的敏感 但是我们出来的数据 无论是非农就业人数 还是失业率 都差于市场的预测 整个早上的时候呢 由于受到市场的恐慌呢 标普股指期货在开盘之前的下跌了15点 但是在8点半纽约东部时间 这个数据一公布呢 诶 怎么样 这个S&P500只下跌了两个点 开盘以后呢 微幅的一个下跌 而且曾经一度转正 但是呢三大指数呢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呢 再度的下落 然后又出现这个回收 那么来回的震荡了几次呢 最后呢还是已接近近近期的 今天的一个低点呢 收盘 那么我首先呢 从这个technical的方面呢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一 图一就是一个S&P500的一个指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S&P500的指数呢 我最喜欢的有一个指标呢 叫ADX 它是ADX和负的正的DI 正在相交甚至出现拐头 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下跌动能 如果这一波下跌的话 杀下来的话 可能会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大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标普呢 怎么样已经跌破了500 就是50天的一个均线 那么在CNBC里面曾经有这个名嘴啊 说这个可能S&P500在1870 在1865附近可能会得到支撑 那么我是非常同意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1870 1860这是什么位置呢 如果我们拿到图一来看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而且我们今年呢 正好是美国的年终选举 就是说奥巴马四年的选这个总统任期当中呢 已经进入两年 那么共和党民主党就会竞选相当多的参议院席位 两党之间在年终的时候 四年大选当中呢 第二就是第三年呢 这是一个应该是说第二年的结尾呢 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选战 这个可能决定两年以后 2016年美国总统的大选的结果 那么相信呢 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野伦呢 对于 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形势 乃至股市的 会是比较关注的 毕竟如果说股市出现较大的跌幅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个 对他的这个竞选呢 也是相当的不利 所以我们认为呢 今年呢 下半年呢 股市可能还是保持一个 这个下跌以后呢 可能还是保持一个 反复复苏的一个走势 而且我们本周出来的GDP数据呢 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保持4%的一个增幅 这是还是非常不错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波下跌啊 却给投资人带来一些机会 来我们看图案 图案是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 那么纳斯达克的走势 同样的我下面放了一个方框 这个就是提示大家 如果说ADX出现一个比较急剧的上升的话 那么我们下跌的动能还是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纳斯达克已经 非常像一个小双顶 Double Top的一个走势 而这个Double Top的话 正好在4485和4351之间 形成了一个Double Top 那么如果要向下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我们将会有超过100点的一个跌势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跌向4200点左右 所以整个的技术形势呢 我们可以说还不是特别的乐观 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将非常关注 现在是该抛该买进 还是持有这个股票 很多朋友说 Warrant你说这个下跌动能 已经开始加速了 那么我们先抛掉手上的股票 等到时候买回来再说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你在我之前呢 已经碰到很多很多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投资朋友应该注意 就是说在这次我们的 整个的两天之内的 一个下跌的Fudu 我们在两天之内 已经下跌了将近400点 那么在此之前 有没有很多投资朋友 有对这个股市感到怀疑 比如说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 已经说到Selling May Walk Away 然后6月份我有提出说 6月份可能是美国年终大选 表现最差的月份 但是我们还是涨 7月份我们又说狼来了 我们又说股市要跌 结果一直涨 涨到7月30号 31号的最后一天 我们整个大盘突然狂泄 那么这个因素就告诉我们 很多的无法预期的事情 我们要对它提前准备 好 大家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待会再回来 好 谢谢 好了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本周的股市出现了一个 急速的一个下跌 那么很多朋友想知道 到底是抛还是流 还是持有买进 那么我想跟大家呢 今天呢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三大指数呢 现在已经处于一个下跌动能 非常大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刚才也讲到 很多投资朋友 在5月份的时候呢 就开始说出了一句名言 叫Selling May Walk Away 然后呢没有出现 6月份呢 我们又说 二年两年的 美国的中期大选当中呢 必然6月份的表现很糟糕 大家要小心 然后7月份呢 我们看到很多公司的业绩 都非常不错 我们高科技公司当中呢 我们只有几家 可以说驱逐可数 不好 比如说像这个Amazon 像Visa 那么其他的 超过65%的公司呢 都能达到市场的预测 而在7月份呢 最后一天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 终于狼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投资人都是被打得 措手不及 那么我想呢 这一个话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动荡的股市当中呢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然后能够继续赚钱 那么我们在这个VIP 就是我自己呢 有一个ChineseFN.com呢 有一个会员区 那么最近非常热闹 因为我们这个会员区呢 终于呢 我有一些时间呢 来和我们的会员呢 进行实地的交流 我做Real Time Trading 那么同时我在今年年初呢 也拿出钱 当然是非常非常小的钱 是639块钱 或者693还是639 我不特别记得清楚 我只是记得我放了500块钱 193块钱是在账户里面的 那么为什么我要拿出693块来做 首先我想要说的就是说 我也可能拿出100万200万来做 但是我想有一些朋友 参加我们的会员 或者在电视机旁 或者在视频上的朋友呢 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可能一万两万 那么我们怎么样 我们拿最小的钱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 都有639或者693 那么你能不能出现一个 非常好就是说能够赚钱呢 第二呢 我想就是说很多朋友 知道我们的一些Commercial 知道我们推广这个我们的会员 那么有些朋友就会说 Warren 你到底是靠会员来赚钱 还是靠Trading来赚钱 那么我想要证明的就是说 第一中文投资网 从1999年 这一路走来 而且在两年之前吧 我们已经上市了 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呢 经历了很多 那么我想要说的是Warren 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学员 进入我们的学校 你能够在这个美国股市当中赚钱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来 就是说考验我的这个Credibility 就是说我的能力的话 我相信今天1月份我建立这个组合的话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明 让大家哑口无言 第二我能够把我的学生叫好 OK 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这个VIP沸腾起来了 好 首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图三 图三的是我这个693块钱的一个账号 那么截止我后来又放了5000块钱 和我原来这个内里面存的这个股票 就是要有两个股票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股票 然后我们有两个股票 所以我们要把他们的股票 那就是我去看图三个股票 所以我们在股票 然后我们在股票 我们在股票 然后我们的股票 你亏了大概100多块钱 还有一笔交易亏了200 那么很多的都是赚钱 我想到时候我们一张一张赛出来 那么我相信各位在电视机旁的朋友 并不是说特别的在意我到底做了什么 而想说Warren 为什么你能够在这个股市当中能够赚钱 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把这个风险减少到最低 美国有一个我相信有一个叫对冲基金 我们国内叫私募基金 这其实两个概念 私募基金就是说我们筹集了资金来打股票 我们来交易股票 那么对冲基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把风险减少到最低 无论是这个是大雄市大牛市盘整市 我们都能赚钱 那么我综合了这两个因素 我自己的693块钱 在一路滚 就是说上升的时候 我也给自己不断的买保险 什么叫买保险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 ETF 比如说VXX FAZ 这是我两个用的比较多的 FAZ是做空金融股的ETF VXX是Volatility Index 那么这两个指数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对冲我现在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当我买进苹果 当我买进这个GoPro 当我买进很多看涨的这个齐全 因为我们钱不多嘛 只有690到现在2万多块钱也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让资产作与增大的 我们可以用非常小的钱 7000块钱 可以做到人家7万块钱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同时呢我也有一个 就是说这些投资的品种可以去做对冲 那么从今天图三这个693块钱一路滚到2万2千块钱 这说明我有这个能力 我欢迎大家参加我的Club 参加我的VIP和我们的学员一样 能够在我的就是说每天跟他们不断的复习当中呢 提高自己的教育技能 来我们看那个图四 图四呢就是我们最近学员的一些对我的一些评论 那我只想选几个 我相信呢他是说 比如说看了你的报表呢 我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所以恳请你是否可以教教我怎么样够买卖齐全 也能让我共享财富 每天通过过过数钱的滋味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说 我是好校长兼老师 我们很幸运 那么非常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些会员证词呢 非常非常的sweet 那么很多朋友说 Warren我一听到齐全我就怕 会不会倾家荡产 或者说Warren我不懂 好像齐全很难 但是在我们 我想说吧 比如说你693块钱 你怎么能够 把这个资产 把这个资产增大呢 我相信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通过两个渠道 一个是交易这个Penistar 从1月份到4月份的时候 我是通过交易一些Penistar来增长我的财富 那么交易完以后 如果说当这个Penistar并不是说低价股 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特别旺的时候呢 你又考虑可以 我可以交易苹果 我可以交易谷歌 我可以交易百度 这些比较高 比较平凡交易 比较活跃的这些蓝筹股 通过交易他们 你通过一个杠杆来获取一个 30%以上的回报 那么这就是齐全 其实齐全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难 那么我只是 那么有些朋友说 我不愿意玩齐全 我有不少钱 那么OK 你有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股票 我买什么股票的方向 你也可以通过买股票的方式 来实现你的美国的梦 来我们看下一张图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 一千块钱到一百万的一个原理 很多朋友说 这个一千块到一百万一听上去 就好像是有一点不可思议 其实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说一千块钱通过 每一次交易 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回报 累积的增长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先期条件 就是这个一千块钱所赚的钱 利润不能拿出去 如果一拿出去 我们就完了 我们所以把钱放在那个钱里面 不断地滚到第三十八次 就是一百万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拿个计算器从100乘以1.2 得出的1200块钱 再乘以1.2 不断地累积 到第三十八次就是一个milling 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幸运地说 我进入这个股票市场呢 已经进入了第17年 那么我们进入了第17关 也就是差不多在2万2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 将会到第18关第19关第20关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想要witness 想要和我学习这个 创造财富的一个过程呢 我希望大家呢 拿起你的电话 因为我们今天有三大彩礼 第一呢 请大家再看最后一张图 就是在8月份呢 下周开始呢 下周六休息周日 我会在旧金山San Jose 是第一站周六 周日我会在Los Angeles OK 在9月8月16号呢 我会在纽约呢 开三场讲座 那么这三场讲座呢 第一呢 你拨打请导播呢 打出我们的热线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其实我们在San Jose这一站呢 头战呢 几乎呢已经爆满了 我们的位置呢 只有150位 但是我们已经爆满了 那么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赶快拨打1800958-8561呢 来索取这个门票 第二张 第二个合理呢 就是当你打进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我会送你一本入门的手册 这是什么手册呢 叫日本蜡烛图技术经纪 可能大家也看到我们的commercial 来我们再放一段 请导播 再放一段commercial 好谢谢 2014下半年美国股市如何走 如何通过股票投资实现您的美国梦 独家揭秘1000美金 38次交易变100万 华人投资教育上市公司CIIX CEO Warren王八月盛大陆眼 开始报名 9日旧金山13点 10日洛杉矶13点30 16日纽约13点30 来就送美股赚钱秘籍 报名热线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请大家注意 这个本日本蜡烛图技术新捷 是我的一个非常手中的宝贝 它价值16美金 但是这个钱倒不是重要 很多朋友说 Warren我一打电话 你就能送我这一本介绍手册吗 我说是的 那么为什么这本手册 我喜欢送给大家呢 因为它是我入门的一个书籍 当我无法知道 这个股市的秘密到底在哪里 当我不知道像很多的我的学员 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观众一样 不知道怎么去赚钱的时候 我非常的迷茫 而我的朋友就把这一本书的 作者写的一本 两本很入门的一些书 送给了我 或者说教我去看 那么我看了以后 我感觉顿然谋开 就是说 就是说我的思路突然开阔了 但我就明白 这个股市呢 也有很多交易的技巧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来报名这个电话 来打1800958 8561 来报名索取 索取我们的讲座的入门 入门票 同时呢 第一爱呢 就获得这一本入门的手册 第三呢 参加我们的会员 免费会员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周呢 下周过可能要过两周以后呢 我们再见了 好 谢谢 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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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